四号小伙 吴楚 26岁 家在河北唐山 在河木景乡 新时代文明事件所工作 是乡里唯一一个定向选调生 还是目前咱新集市 唯一一个全国人大代表 豆家庄从党人物书记的助理 今天的党人物书记跟他一起来了 我觉得他还是挺粗子的 对 这个长得也不错 他当助理 绝对心系 而且各方面想自己的周权 没错没错 这个是当丈夫的力 工作多少年了呀 职部书记三十四年 副职书十二年 在生产队当这个技术队长三年 当你的助理都有啥要求啊 爱党爱国 小吴很优秀 平常自觉学习 学习总杨浩 重要文献 能存现行政策 那是女嘉宾的爸爸 你对女嘉宾的爸爸说点啥 我说你也是有闺女 新了小吴 这一辈子 女儿是幸福的 你想辅气吗 他就爸爸想辅气 你说就这么定了 三文宋庆祭 那就对了 你说呀 你说同意 太太太太 来 谢谢大娘 你那个台下就坐 就问完了啊 你没表态他不想下去 什么叫定向选调生啊 我属于是省内骨干院校 当时省委组织部扶持 然后给了我们学校 不到二十个名额 条件也是相对比较严格 中共党员了 学生干部 学会主席啊 明白了啊 就是很优秀的意思 你那个工作单位 叫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对 因为现在我们心急是 全国第二批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市 然后我们乡里叫做所 然后村里叫做站 主要的工作的话 就是深入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们不自在一点 不舒服一点 老百姓的舒适度 就好一点 满意度就高一点 对我们的感觉 就好一点 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好 谢谢 对你来说 响应最好的一条 是哪一句啊 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吧 吃饭基本不剩饭 晚边的饭粒 我都舔掉 上一段感情的话 吃剩饭胖了四十多斤吧 胖了四十多斤吧 喜欢找啥样的呀 看女嘉宾什么样吧 像叔叔反正在这儿呢 应该是大高个儿 大长腿 坐着大 猪的话就推回去吧 你在这儿转着去吧 这个丁浩是这事的呀 回头叔叔说 当然见识会别人啊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了解一下 即将出场的姑娘